大雨导致多市河流水位上涨 当局警告市民提防路面积水和下水道溢流 Vilo Avenue接近Queen Street East地区 一栋民宅的屋顶被倒下的树木损毁 索性没有造成屋内的民众受伤 消防人员将民宅附近房屋中的市民疏散 与此同时 多市、皮克林以及澳沙华地区的雷暴警告已经解除 多市今天最高气温为23摄氏度 夜间部分地区仍会有雷暴天气 而预计到本周日降雨将会结束 天气会放晴